陆山河叫来公社的人拯救粮食 碰巧见到正在偷情的苏婉晴和陈国泰 众人极尴尬又愤怒 狠狠地谴责了苏婉晴 第二天陆山河来到公社开离婚证明 二话不说 直接就给陆山河办理了 胡娟见去上班的女儿又回来了 赶紧问道 你怎么回来了 我被开除了 妈 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在我和陆山河结婚的时候家财礼 我早就和陆山河结婚了 怎么可能看上陈国泰 陈国泰这个狗标脸的东西 这梁战怎么能够把你给开除呢 王勇智可不关心自己姐姐的死活 他只关心自己一个月五块钱的生活费 能不能拿到手 姐 你说梁战把你已经开除了 这是为什么呀 我可不管你是不是被开除 反正你那天和妈都答应不过的 每个月要给我五块钱的生活费 这个钱可不能够少 还有阿姐 你说陈国泰娶你 是要拿电视机和洗衣机过来的 他搭都答应了 这次可不能算了呀 这可怎么办才好 你工作没了 这可怎么办才好 一个月二三十块钱呢 这时陆山河走了过来 胡娟看到陆山河过来赶紧说道 山河来了呀 哎呦 下这么大的雨 快进来坐 秦秦 快点给山河泡一碗茶 胡伯母 你就不用忙活了 今天我来是给苏婉晴送离婚证明的 昨晚上发生的事情 整个公社都知道了 我也不多说了 苏婉晴 我陆山河再怎么说也是个男人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占过你一丝一毫的便宜 以前的事情就画个句号 咱们好聚好赛 公社开立功证明是要两个人同时到场 我都没在 你凭什么把离婚证给开了 昨天梁仓那一点龌龊事 整个公社都知道了 公社妇女主任和主任二话没说 就给我开了离婚证明 你和陈国泰在一起 不在一起也好 都和我陆山河无关 陆山河 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 你以前亲口对我说过 要照顾我一辈子的 胡娟也赶紧说道 哎呀 山河来都来了 走什么走 过去的那些事都过去了 两个人都结婚了 还离什么婚 今后在一起 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咱们好好测一测日子 把宴席给办了 彩礼我也不要 只要你们两个人过得好 我当妈的就安心了 陆山河没有理会 头也不回得走了 不行 不行 男人没了 你良战的工作必须要保住 不然永智今后结婚没钱怎么办 这个家里的生活开支怎么办 秦秦赶紧去找你爹 让他想办法 陆山河吃过晚饭之后 就去找了李二牛 山河这几天可把我给逼疯了 这几天我忍不住也下了好几个地龙 但是因为下着雨 所以效果不好 还是和上子一样 咱们分头行动 你去下地龙 我就在你家炒料 这月亮下面全是厚厚的云层 看这个情况 明天肯定还要下雨 咱们今天晚上多搞一点 好 李二牛说干就干 轻车熟路的 就把地龙扔到了农田里 陆山河在李二牛的家里面炒料 今天炒料的数量 要比前几天多了一些 动静比较大 李二牛家比较偏僻 也免得被人发现 就在这个时候 王永志和几个朋友 看到了李二牛 你们看 那个人是谁 这李二牛这么晚了 鬼鬼祟祟的在干嘛 智哥 你说他在干什么 走 咱们去看看再说 智哥 毕哥 你们说这小子 捉那么多的黄扇干什么 难不成是喂猪 喂猪也不至于吧 李二牛最多养了两三头猪 也要不了这么多的黄扇呀 而且大晚上的来做扇鱼 拿去喂猪 没那么多闲心吧 众人面面相去 最后偷偷地跟在李二牛的身后 远远地看着李二牛走进了院子 这一下可不得了了 大家一下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味 王永之的眼睛比较尖 一眼就看到了在院子里面炒料的陆山河 你说他们在干什么 这段时间听说陆山河要与何家闹分家的事情 而且隔三差五的就往家里面买猪肉 还买奶粉是不是发财了 你的意思是 李二牛和陆山河猪这么多的黄扇 可不是喂猪的 是拿到县城去卖 这可说不准 现在城里人啥都吃 口味怪得很 说不定你这东西卖到城里值老钱了 这猪狮子不会真的卖到城里吧 这可不一定 这两天下大雨 明天早上必定还会下雨 李二牛放的地龙 如果今天凌晨不收 明天一下雨肯定什么都没有了 咱们就在这里蹲着 看看这两个人到底要干什么 凌晨时分 陆山河把料炒好和李二牛一起去收黄扇 王永之等人偷偷地跟在后面 天气预报不准确 今天非但没有下雨 还是一个艳阳天 昨天晚上下的地龙 居然收获了二百来斤 可谓是收获满满 带我去 我们去的地龙